五十句能为作文增色的古代名言 一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习 周一 白话 作为君子 应该有坚强的意志 永不止息的奋斗精神 努力加强自我修养 完成并发展自己的学业或事业 能这样做才体现了天的意志 不辜负宇宙给予君子的职责和才能 二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畏 三国志 刘备 白话 对任何一件事 不要因为它是很小的 不显眼的坏事就去做 相反 对于一些微小的 却有益于别人的好事 不要因为它意义不大就不去做它 三 见善如不吉 见不善如叹汤 论语 白话 见到好的人 生怕来不及向他学习 见到好的事 生怕迟了就做不了 看到了恶人 坏事 就像是接触到热得发烫的水一样 要立刻离开 避得远远的 四 公字后而薄则于人 则远远矣 论语 白话 干活抢重的 有过失主动承担主要责任是公字后 对别人多谅解多宽容 是饱则于人 这样的话 就不会互相怨恨 五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小人反事 论语 白话 君子总是从善良的或有利于他人的愿望出发 全心全意促使别人实现良好的意愿和正当的要求 不会用冷酷的眼光看世界 或是唯恐天下不乱 不会在别人有失败 错误或痛苦时推波助澜 小人却相反 总是成人之恶 不成人之美 六 见闲思其焉 见不闲而内自省也 论语 白话 见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超过自己的长处和优点 就需心请教 认真学习 想办法赶上他 和他达到同一水平 见有人存在某种缺点或不足 就要冷静反省 看自己是不是也有他那样的缺点或不足 七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论语 白话 自己不想要的 就不要把它强加到别人身上去 八 当人 不让于失 论语 白话 遇到应该做的好事 不能犹豫不决 即使老师在一旁 也应该抢着去做 后发展为成语 当人不让 九 君子欲乐于言而敏于行 论语 白话 君子不会夸夸其谈 做启示来却敏捷灵巧 十 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同心之言 其秀如蓝 周一 白话 同心协力的人 他们的力量足以把坚硬的金属弄断 同心同德的人发表一致的意见 说服力强 人们就像嗅到芬芳的兰花香味 容易接受 十一 君子藏气于身 带食而动 周一 白话 君子就算有卓越的才能超群的技艺 也不会到处炫耀 卖弄 而是在必要的时刻把才能或技艺施展出来 十二 满兆损 千兽意 上书 白话 自满于已获得的成绩 将会招来损失和灾害 谦逊并实时感到了自己的不足 就能因此而得意 十三 人不知而不孕 不义君子呼 论语 白话 如果我有了某些成就 别人并不理解 可我绝不会感到气愤 委屈 这不也是一种君子风度的表现吗 十四 言必信 行必果 论语 白话 说了的话 一定要守信用 确定了要做的事 就一定要坚决果敢地做下去 十五 无义 无必 无故 无我 十六 三人行 必有我识 白话 则是善者 而从空猜测 其不善者 而改之 不任性 论语 可行则行 白话 三个人在一起 其中 必有我为忠心 不自以为是 以周围的人群策 将我的老师 共同完成任务 我选取他的优点来学习 对他的缺点和不足 我会引以慰藉 有则改之 十七 君子求诸记 小人求诸人 论语 白话 君子总是责备自己 从自身找缺点 找问题 小人常常把目光 向别人 找别人的缺点和不足 十八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论语 白话 君子心胸开朗 思想上坦率洁净 外貌动作也显得十分舒畅安定 小人心理欲念太多 心理负担很重 就常忧虑 担心 外貌 动作也显得忐忑不安 尝试做不定 站不稳的样子 十九 不怨天 不由人 论语 白话 遇到挫折 与失败 绝不从客观上去找借口 绝不把责任推向别人 后来发展为成语 怨天尤人 二十 不迁怒 不二过 论语 白话 犯了错误 不要迁怒别人 并且不要再犯第二次 二十一 小不忍 责乱大谋 论语 白话 不该做的事 即使很想去做 但坚持不做 叫忍 对小事不忍 没忍性 就会影响大局 坏了大事 二十二 小人之过也必闻 论语 白话 小人对自己的过错 必定加以掩饰 二十三 过而不改 事未过矣 论语 白话 有了过错 而不改正 这就是真的过错了 二十四 君子误本 本利而道生 论语 白话 君子致力于根本 却利了根本 道也就自然产生 二十五 君子持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 白话 君子认为说的多 做的少是可持的 二十六 三思而后行 论语 白话 每做一件事情 必须要经过反复的考虑后才去做 二十七 多行不易必自闭 左传 白话 坏事做得太多 终将自取灭亡 二十八 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左传 白话 人都有可能犯错误 犯了错误 只要改正了人是最好的人 二十九 不以一生言大德 左传 白话 评价一个人时 不能因为一点过失就抹杀他的功劳 新好省 因施恩第三生 只眼睛长了遮蔽视线的病 三十 人亦能知 几百知 人时能知 几千知 中庸 白话 人家一次就学通的 我如果花上百次的功夫 一定能学通 人家十次能掌握的 我要是学一千次 也肯定会掌握的 三十一 支持近乎勇 中庸 白话 知道什么是可耻的行为 那就是勇敢的好表现 三十二 以五十不孝百步 孟子 白话 以为自己的错误比别人的小 缺点比别人少而沾沾自喜 三十三 君子莫大呼吁人为善 孟子 白话 君子最大的长处就是用高尚 仁义的心去对待别人 三十四 人皆可以为尧顺 孟子 白话 只要肯努力去做 人都可以成为尧顺那样的大圣人 三十五 千丈之题 以楼椅之血溃 百尺之势 以涂系之烟焚 含非子 白话 千里大蹄 因为有楼椅在打洞 可能会因此而它掉绝蹄 百尺高楼 可能因为烟囱的缝隙冒出火星引起火灾而焚毁 三十六 言之者无罪 文之者足以戒 失序 白话 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是没有罪过的 听到别人的批评意见 要仔细反省自己 有错就改正 无错就当作是别人给自己的劝告 三十七 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 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孔子家喻 白话 好的药物为苦但对治病有利 忠言劝戒的话听起来不顺耳 却对人的行为有利 三十八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明代艳语 白话 一句良善有益的话 能让听者即使在三冬言寒中也被感温暖 相反 尖酸刻薄的恶毒语言 伤害别人的感情和自尊心 即使在六月大数天也会让人觉得寒冷 三十九 千金万点 孝涕未先 增广贤文 白话 千万种经典讲的道理 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是最应该先做到的 四十 善恶随人做 或服自己招 增广贤文 白话 好事坏事都是自己做的 灾或幸福也全是由自己的言行招来的 四十一 学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学则待 论语 白话 只学习却不思考就不会感到迷茫 只空想却不学习就会疲倦而没有收获 四十二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论语 白话 知道就是知道 不知道应当说不知道 不弄虚作假 这才是明智的行为 四十三 夜经于情 荒于稀 行程于思 毁于随 盘域 白话 事业或学业的成功在于奋发努力 勤勉进去 太贪玩 放松要求便会一事无成 做人行事 必须谨慎思考 考虑周祥才会有所成就 任性 马虎 随便只会导致失败 四十四 读书有三道 卫心道 言道 口道 明 朱熙 白话 用心思考 用眼仔细看 有口多读 三方面都做得到位才是真正的读书 四十五 学而不厌 惠人不倦 论语 白话 努力学习却不感到满足 教导别人不感到厌倦 四十六 不积 不积魁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循子 劝学 白话 不把半步 一步积累起来 就不能走到千里远的地方 不把细流汇聚起来 就不能形成江河大海 四十七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唐 王之焕 登关雀楼 白话 想看到更远更广阔的景物 你就要再上一层楼 想学到更多更深的知识 你就要比原来更努力 四十八 墙中自有墙中手 莫向人前满自夸 警示通言 白话 尽管你是一个强者 可是一定还有比你更强的人 所以不要在别人面前骄傲自满 自己夸耀自己 四十九 欲不着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道 礼记 学记 白话 欲使不经过雕琢 不能成为有用的欲器 人不经过学习 就不懂得视力 五十 黑法不知情学早 白手方会读书池 劝学 白话 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抓紧时间勤奋学习 到老了想读书 却为时已晚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努力更新资讯 一起听听学学 让学习变得更简单 散谈